2023年财政预算案将为年轻夫妇和家庭提供更多援助 婴儿花红现金奖励将增加3000元 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将增至5000元 此外,政府也将增加对儿童培育户头的配对填补 填补顶线为7000元 由政府承担薪资的陪产假将增加一倍到4个星期 每对在职夫妇在孩子满一岁前总共可享有长达26个星期的产假 为帮助更多低收入家庭孩童取得良好发展 婴儿培育辅助计划将扩展至全国 住屋方面,育有孩子的首次购屋家庭以及年轻夫妇 在首次申请预购组屋时将获得更多援助 首次购买转售组屋的家庭 他们可获得的公积金购屋津贴将增加高达3万元 这些家庭总共可以获得高达19万元的购屋津贴 新组屋等候时间长和转售组屋价格攀升 是许多年轻国人的主要担忧 我们也希望帮助家长更好的兼顾工作和家庭需求 以及照顾好他们的孩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